中共外交攻势受挫北京骑虎难下,日前北京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两场外事活动中接连遭遇挫折。 美媒引述分析指北京受困于国内政治已进退两难,从目前中美双方的强硬态度来看,月底的中美首脑会晤很难取得成果广告。 在上周的东盟峰会上,李克强未能推动区域前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年底达成协议随后,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AC峰会上也遭遇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激烈批评。 多家外媒指引会的多数国家都对中共贸易政策表示不满,因为中方强烈抵制会议联合公报中对北京的谴责,导致本届APAC峰会的联合公报有史以来第一次流产。 而习近平在峰会上,也用强硬口吻指责美方,并高调喊话。 无论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没有赢家19日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华人学者分析称,近年来北京一直在煽动民族情绪,让中方在美国压力,下低头这个弯太大,一时转步过来因此北京会和美国继续对抗分析指,虽然中方已经有所妥协,但只限于局部领域而回避关键问题,因此美方并没有接受中方提交的让步清单。 下一步可能还会对北京继续加大制裁。 另一名华人学者指出北京外交接连预措,说明中方主导的所谓多边体制已被美方击破北,经已经陷入被动。 但是从目前北京继续放狠话来看,中方直到目前还很难放低姿态,去寻求解决贸易战的方法。 本月底的川习会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很低。 北京上周向美方提交,冷涵盖142个项目的让步清单,但被指老调重谈缺乏诚意。 虽然美国总统表示可能不再需要继续加征关税,但也指出中方清单应该补上漏掉的几个重要项目。 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透露,因为短期内很难和中方达成全面协议,美国政府将在2019年1月,按援计划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同时,百分号增加到25%。 美国贸易办公室也公开表态称继续推进对剩余的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的计划,美国副总统彭斯此前警告,如果北京拒绝在贸易政策和南海问题上,做出显著和实质的让步。 美国美方将在经济、外交和政治上,对北京施加更大压力新冷战,就将开启随后。 彭斯在Layback峰会上言辞抨击北京贸易不公,并希腊讽刺中方的一带一路。 彭斯在演讲中还再次明确了美方将联合盟友在印太地区与一带一路竞争。 削减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法没指川普特朗普和彭斯在合眼红脸白脸。 目的是让中方做出重大让步,这是川普的一贯谈判手法。 而美媒分析,指北京目前的经济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等已经和当局坚立的政治路线捆绑在一起,如果做出实质改变,最高层将面临重大政治风险。 因此北京很难对华盛顿真正妥协在劣势下只能采取拖延战术。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